針對通勤族相當關心的基北北桃1200元交通月票政策 市政府做出最新的回應 我們先請交通署王處長 因為他不但是跟交通部協調 也是跟基北北桃四個縣市 大家一起開會討論 有一些初步結論的 我們先請王處長來說明 最後我再小愛爸爸再來補充 謝謝 那有關各位市民非常關心 我們1200月票的一個政策推動 目前基北北桃四個縣市已經整合完成 目前推動是五個運聚 中央的運聚包括鐵路以及國道客運 這兩個部分是由中央補助九層的部分 地方負擔一層 地方運聚有三種 一個是市區內的一個公車 以及捷運以及自行車 這三個運聚 直轄市是補助50% 基隆市是非直轄市 是補助到75% 那目前基北北桃四個縣市 已經聯合向交通部爭取中央全而來負擔 所謂的鐵路以及國道客運的部分 那基隆市因為財政較為困殊的部分 那基隆市已經正式也向交通部爭取地方運聚全而來負擔或是回歸到我們地方的一個財政劃分法 那由中央補助85% 這個政策能夠有延續性 可以省下2000元以上的通勤費用 很期待這項政策早日落實 記者黃日山 陳淑平 基隆報導 並應該要財政策早期 向了多久